中美元首一起在庄园里面散步聊天 美国总统对镜头双手都竖起大拇指 我们的领导人也都对镜头微笑挥手 这一幕相信大家近几年来没想过会发生 但一场三藩市回忆 两国元首成功走在一起 为推动中美关系潮着健康、稳定 可持续方向迈出步伐 大家都说 中美两国关系今后如果都能够保持有商有良 有讲有少 你说多么好呢 事实上 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 中美关系何去何从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在这个重要关口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 习近平主席这次三藩市之旅 除了为中美关系增添稳定性 更加为国际和地区格局注入正能量 正所谓外交无小时 细节很重要 一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 有时透露出好意味深长的讯号 看回习近平主席这次三藩市之旅 不者认为当中有几个细节值得传记 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 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 习近平主席在中美元首会访 开中名义的这句话 很多外国媒体都有引用 还记得2012年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应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邀请到美国访问 习近平当时说 宽广的太平洋两岸 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11年间 由太平洋提升到地球 代表了什么呢? 近年来 中美关系遭遇严峻困难 部分美方政客总是着眼在一己私利 令和博弈 而在这次会议中 习近平主席着眼的就是全球形势 当今世界 既不太平亦不安宁 俄乌冲突正在此延续 袈裟正在此哭入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能不能够确立正确相处之道 有关全球和平发展 和人类前途命运 这就是眼界 不知道美国政客听明白吗? 在这次访问 习近平主席还认邀出席 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 并且发表重要演讲 除了六十几次提到人民这个词 当中更有些说话 讲得非常坦率 发人心醒 我一直在思考 如何让中美关系这首巨轮被开暗朝前摊 穿越狂风飞浪 不偏航 不失促 不相撞 首先要回答的是 中美到底是对手 还是伙伴 这是根本的 也是管众的问题 一针见血感着中美方一些政客的要害 归根究底 认知是最大的问题 中美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遭遇严重困难 根源在于美方一些政客看待中国 看待中美关系的时候 存在严重认知错误 执意将中方定位为最主要竞争对手 严重扭曲对华认知 所以 中美要找到正确相处之道 首先要共同树立正确认知 有了正确认知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才会有基础 中美元首三藩市会晤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件 也都是国际关系中的大事件 习近平主席成功展现了大国领袖的战略魄力 中国也都展现了大国外交的自信 曾几何时 中国人还做不出自己的汽车 现在中国领导人的红旗桥车 已经开到三藩市的会场 不可以不说 今天的中国 确实不是以前的中国 跳出谁赢 谁输的下拜视角 追求一起赢的目标 才是新时代中美两国的大国担当 中美式篇团队 最后散业中美式观领导人的对面 突然感觉到百分之便 最后散业中美式观看 感谢观看